他说譬如 这个茶杯 成的是啼壶 满满一杯啼壶 啼壶是最好的饮料 里头有一滴毒药 就那么一滴 你这一杯啼壶 就全部都变成毒药了 你喝一口 毒药死亡 这就说什么 你99%的信心 当中有一分是一 那就是一滴毒药 就把你99分信心破坏掉了 或议 念佛或议 有如是功德 疑 这个疑 是 根本烦恼之业 根本烦恼有六个 贪 称 吃 慢 下面就是疑 最后是卧剑 卧剑呢 就是私活 身剑边剑 剑取剑 戒取剑 邪解 和起来 叫卧剑 疑 是菩萨 最大的障碍 菩萨不能开悟 不能见信 念佛人 不能往生 都泛在这个字上 那就不是真心 信心不到位 不是说你没有信心 百分之百的信心 没有一 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心 还有一分一 那一分一就是严重障碍 就障碍你不能成就 你说这个事情 麻不麻烦 我们过去听老师讲 很难理解 老师给我举例子 他说 譬如 这个茶杯 成的是啼壶 满满满一杯 啼壶 啼壶是最好的饮料 里头有一滴毒药 就那么一滴 你这一杯啼壶 就全部都变成毒药了 你喝一口 都要死亡 这就说什么 你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心 当中有一分是一 那就是一滴毒药 就把你九十九分信心 破坏掉了 比喻的好啊 让我们真正能提高紧急 对金教不能怀疑 对佛菩萨不能怀疑 对自己的善根父的姻缘 不能怀疑 有一点点怀疑 就障碍你的成就 真心 你看这精神叫 真心愿 真心其愿 这个功德了 无比的殊胜 因能念所念的 解释石像古 这是念功为我们解释 念佛 为什么有这么殊胜的功德 能念 是决心 所念的是果佛 因果相应 决心不迷 事实像 果佛也是实像 所以他功德 不可使 念佛 年终 无利 失误 年终 失念念佛的往生 从阿比地狱 他就成佛了 超越六道 超越十八界 到极乐世界去做阿维约志菩萨了 对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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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